想乘两天假期来个深度旅游吗 南投信义东浦温泉一直是中部民众的最佳选择 不但可以踏青践行游竖青桥 玩累了也许您还可以洗个美人巨呢 来到信义乡东浦温泉区 游客可以走巴通关践行 登彩虹瀑布 欣赏满身风红 还可以享受泡汤乐趣 泡完之后觉得冷也很舒服 那带全家人来这边我觉得也很安静 就蛮适合全家人一起来的地方 东浦温泉属于碳酸氢纳泉 是全台稀有的高山温泉 源头隐藏在地底 不受污染水质清澈 源自于玉山山脚下的涌泉 它是碳酸氢纳泉 那无色无味 水质非常的干净 它也可以用来喝 它是可以去角直层 所以我们称的东浦温泉 就是我们称为美人汤 可以解除身上的疲劳 李市长说配合交通部观光局 推出台湾好行路线 当地饭店业者推出平日六折 泡汤八折的优惠 吸引游客到此一游 都互建完成 游客啊 你可以放心 很放心的 很安全的来到 我们这个东浦温泉来泡汤 喜欢泡汤的朋友 来到这里有不同的选择 无论是远眺青山的庭园式温泉 崖壁间原始风味的洞窟式温泉 或是复古式的套房汤屋 适合全家大小度假 我们的温泉是用地底的那个沿层 它是从地底沿层自然渗出的温泉 跟一般的温泉是不一样的 水质是呈弱减性 东浦吊桥长两百公尺 深一百二十八公尺 桥面镂空 看下去是深渊的溪谷 到了夜晚 刚所泛出的七彩灰光 相当梦幻和绚丽 因此又有七彩竖琴桥的美称 看下去有点听听到 很恐怖 觉得恐怖 是我走过最深 最惊弦的吊桥 然后它伴随着很漂亮的风景 让人觉得 第一个是有耳目一心的感觉 这一吊桥真的蛮恐怖的 那你今天是来泡汤的吗 对对对啊 对啊 我们晚一点泡汤 在东浦爬山践行后 洗个美人汤 享受难得的悠长假期 经常也在电视 萧正宗江沛金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